《逆經故事 家人》六四 理稿 天下理事 出龍西 家人 六四 富家 大吉 富 家裏面藏有酒 象徵富貴 家 家裏面有公諸 象徵有繁殖能力 大 超出平均標準 吉 以肉祭字 象徵吉祥 意思就是富貴家庭 大吉大利 世良 武昭王 李稿的故事 開解這隻牛的牛耳 龍西李氏是皇帝五世孫 源自尊諸的孫高徒 帝遙國鎮曾經擔任掌管盈獄的大理職務 如夏雙三代 雙繼做大理職務 家族以職業為盛事 成為李氏 上末 雙繼和主死李氏後裔李貞 李貞的妻子和小子李貞 為了躲避災禍 周圍逃亡 在路上靠食木子 即離後土衝擊 得以活命 為了感恩木子 將兩個字合併 改姓李 周安王十八年 前三八四年 秦憲公至迪道縣 秦超商王二十七年 前二八零年 設置龍西郡 一日地處龍山以西而得明 郡至所在地 就在迪道 由戰國到秦漢五百年間 龍西郡管轄甘肅中部 令下南部港大區域 秦國師徒 李譚長子 龍西郡郡守李崇 李崇的兒子李堯 是敵侯道 李維的兒子李信 是大將軍 龍西侯 李信的兒子李超 是漢大將軍 余陽太守 李超的兒子李仲長 漢初是將軍 來的寡不直中戰末 李仲長的兒子李伯巧 李伯巧的兒子 是乘紀令李尚 李尚 李尚就生了漢朝名將 非將軍李廣 龍西李氏 前漢那陣是武藏世家 並不是魏俊的舊族 在漢魏俊門閥形成 發展過程中 衰落為龍西韓門 十六個時期 西梁王李稿是李氏第一個國軍 龍西李氏在戰練興起 吳小靖史記載 李學是李廣的後裔 現代學者 根據李學慕志明記載考證 這個說法 偽造可能性很大 李稿 三五一年到四一七年 自圓勝 小自長生 龍西成幾人 出身龍西李氏 菇莊房 李稿家族原本的寒門 高祖父李翁 真祖父李游 在晉朝做官 利任困守之職 祖父李延 在前梁張偉幕下 當任武衛將軍 封著安世亭後 濟生北朝第一流的士族之列 父親李暢 自仲堅 官至武衛將軍 十八歲早世 李稿是他的遺福子 李稿少年那陣好好學 聖情尋正聰慧 歡口謙和 氣度優雅 通讀京史 特別擅長文詞 大過之後精通武藝 研讀孫子兵法 龍安元年 三九七年三月 後梁建康太守 京少仁斷業 自清梁周牧 建立不良政權 任命敦皇太守 萬敏為沙洲次使 委任李稿為校谷原令 李稿和武衛父的弟弟宋堯 和段業做事 擔任中省上市 萬敏死後 敦皇護軍國謙 沙洲自中索仙 認為李稿性情 和堅毅 能夠私人人證 推舉去擔任 凌宿將軍 敦皇太守 李稿無多久進號為冠軍將軍 向段業稱臣 段業任命許為安西將軍 敦皇太守 兼任 胡西胡教衛 龍安三年 三九九年 電月趙清梁皇 北梁右衛將軍索智 和段業說 不可以讓李稿 敦皇久留 索智率領五百名騎兵接收敦皇 李稿向來和索智的關係很好 結為生死之交 知道索智來意不善 非常之痛恨 校國怨令張廟和宋遙等人 勸李稿對抗 索智大敗而走 徒回張逆 李稿一定要上訴索智的罪狀 副國將軍咀嚼南城都很憎索智 勸電月殺了他 電月殺死了索智 派遣使者向李稿道歉 升李稿為辭折 都督梁兄以西的諸君氏 陣勢將軍兼任胡西兒教衛 龍安四年 四零零年 北梁晉昌太守唐瑤反叛 推舉李稿為冠軍大將軍 沙洲刺史梁公兼任東王太守 李稿一境入面大赦 建連號為庚子 建立西梁政權 追尊祖父李淯為梁景公 父親李暢為梁景公 龍安五年 四零一年 李稿派遣使節 捧奏張去後巡立功 元興元年 四零二年 後巡皇帝姚興 任命李稿為安西將軍 封高昌侯 元興三年 四零四年 李稿大仔太子李譚去世 童年 李稿立廁子李陰為太子 而喜元年 四零五年 李稿自稱大將軍大都督 兼任巡良宇洲木 大社境內 改連號為建初 派遣死人王子 梁興攜帶奏章 抄小路去健康 揭建東進朝廷 十月 李稿和蔣氏張苗商議 將刀承遷到酒泉 對北梁私家威脅和壓力 李稿簽到酒泉後 分出獎勵發展農業生產 群寮一年年五谷封燈 百姓安居樂業 請在酒泉黑石紀念 李稿同意 如臨濟酒劉耀明紮寫文章 黑石歌功仲德 二映十三年 四十七年精月 李稿臥病不起 二月 李稿去世 享年六十七歲 師傲武昭王 妖奧太祖 葬一見世靈 李稿寫後 太子李陰繼位 史清西梁後主 家興四年 四二零年七月 嘴渠蒙信 詐言南佛西巡 李陰輕率傾施三萬 進攻北梁張翼 遭到北梁軍 撲擊 敗死 追渠蒙信 中佔西梁角都走泉 都城走泉失陷 李稿大陸的兒子 敦皇太守 李殉 棄敦皇 奔不山 即天山 九月 李殉被棍人 凝反敦皇 推為冠軍將軍 梁州刺史 改元永健 少族西梁 永初二年 四二一年三月 水渠蒙信 率軍離宮 以水冠城 賀敦皇 屠城 李殉自殺 西梁政權亡 共歷三主 凡二十二年 李稿孫李從野 投奔南朝留宋 任余南太守 李稿後裔分為兩支 一支輾轉去到北梁 孫李寶 從孫李聰 中低北梁的眾臣 北梁太和年關 李稿一門三宮 為四海駐俗 南北朝隔陣 老西李氏 高官女世不斷 同趙郡李氏 清河薄寧趨氏 泛陽盧氏 形容鄭氏 太元皇氏 並為中原五大高門氏族 天下李氏出老西 由此發揚康大 李稿另外一支 對吉爾吉斯斯坦 九代孫李伯 比唐太宗李世民誓一輩 同堂高宗李志同輩 在上安州陪掌事書中提到 白本家金陵 世為右聖 租咀渠蒙信之南 崩流咸秦 恩官儒家 李伯很多作品都稱是金陵 金陵是甘肅的金陵 看來以後稱世家大作為右聖 咀渠蒙信之南 是指西梁亡國 因官儒家是一日官方原因 寄居特異鄉 公元618年 李院建立唐皇朝 當時全國有十三個李氏郡王 老西李氏排在第一 李唐趙郡李屈居迪薩 李院出身北周關隆貴族 集封唐國公三母元貞皇后 是先卑化匈奴人讀故事 毅台西梁李稿七代孫 稱家在武村 舊堂書記載 其先為隆西敵道人 梁武昭王 稿七代孫也 唐代隆西李氏帝王有四五十人 載上十四個人 唐高中為壓止隆西李氏勢力擴展 辦佈法令禁止五勝七家自行分取 天保二年七四三年 李稿十一世孫 唐元宗李隆基 追尊李稿為興聖皇帝 謝座隆西李氏穩定局面 甘肅省首全市 宿州區城西十五里的地方 當地村民將大土堆俗稱為小土山 西南兩邊是溺石灘 東北兩邊是新狠的奸地 經常一日農田灌溉滲水 浸泡而鬆軟 2001年4月 小土山東北角塔陷 走傳市博物館文訊後 找人去調查 確認是一座古墓狀 墓狀進行搶險性清理滑掘工作 墓狀深20米 墓濕面積90平方米 墓道長71米 整個墓濕東西長21.6米 南北闊12.27米 都是用青灰色條形磚構築 分為 居馬室、儲藏室、湧洞、招牆、石門 通道、前室、以室、過渡、後室等十個部分 走傳地區範圍的魏晉十六國武藏中規模最大 這壁上的壁畫 以黑、黃、綠為主要色彩 各樣有青龍、白虎、朱雀、元武、白綠等等 石門右側方形磚上面壁畫 是站立的三個士臣 身體傾向霧門 兩臣頭戴棺帽、伸穿朝伏 手持骨板、恭敬等候 就像進京朝拜那樣 巨馬室裏面唯有壁人體頭骨 筆室裏面唯有壁無頭的人體骨格 前後室都是清之蝶製的複斗頂 後鋪地磚都早年度墓者嚴重破壞 室裏面唯有大量草木、灰頭、木探屍 後室棺床被嚴重擾亂 南壁的兩處杜杜 除臟的物品所如無幾 出到少量的圖斗、圖缽、銀簪、銀扣式 流金的銅炮釘、銅式件、銅釘、鐵棺釘等器物 北京大學、西北大學、甘肅省考古研究所 專家根據有350個字的慕智銘 認為靈簪是建世靈 慕主是西良王李稿 李稿的慕智銘 記載與坊間的史實有重大不同 史書裏面說 李廣自稱西漢非將軍李廣是他的先祖 慕智銘完全駁斥了這種說法 2002年走傳市民物部門 將鞋骨送到北京化驗 通過基因檢測、分析 證實務主就是李稿